若我都治不好 这本事就无人能治 李院长 我妈这个人她不大会说话 您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 在工作当中 只要是我的病人 我能救肯定要救 那我肯定是相信的 李院长 我刚真的没救了 估计是没有 李院长的医术 在全省那是第一 他救治不了的病人 那还有谁 不过还有一个人 谁 我师父 要是我师父出手的话 吴刚才有可能化险为夷 你和秦峰的关系这么僵持 我们两个人 也不好去找秦先生 救吴刚啊 我们只是把吴刚的病情稳住 若三天之内 我师父不出手 或能力比我强的人 吴刚的情况很危险 那李院长 能不能麻烦您 给秦峰打个电话 试探一下他的口风 我试试吧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应该 李院长 吴刚情况如何 很不好 我只是稳住了三天的时间 赵女士想问你一下 可不可以 你觉得呢 一切全凭师父做主 我也只是个传话的 那就明确告诉李妹 这件事绝不可能 这件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了 接下来如何是好 自己看着办 谢谢院长和胡医生 又是秦峰 他能有什么本事啊 我看 他们就穿多好的 故意来找我 去求秦峰 妈 你不要这么说院长 那我们接下来 该怎么办呀 难道 真的要去求秦峰 不求秦峰 还有谁能够救吴刚呢 求他 他就是一个穷小子 只要给点钱就行了 我们为什么要去求他 难道 他真的有那本书成 秦峰 真的不是一个 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吗 秦峰 你们两个慢慢聊 别激动啊 你要我救吴刚 也不是不可以 首先 把我的东西 全部都还回来 其次 是治好我的母亲 秦峰 吴刚是你多年的兄弟 我们又是多年的夫妻 只要你把吴刚救活 我们犯下的过错 日后慢慢成 不行吗 你觉得 我会答应你吗 秦峰 就当我求求你了 就这样子吧 做不到 免谈 对了 还有今早不是说离婚吗 我在民政局等了你许久 你为何不来 离婚先等等 我求你先救救他 不想离婚就滚蛋 秦峰 我还以为你会圣母呢 你觉得我会圣母心吗 小梅啊 秦峰怎么说 除非 答应他两个条件 否则他不救 什么条件 把他的东西还给他 或者救好他的母亲 这怎么可能啊 秦峰他不想救就不救呗 何必这样子 他秦峰可是济市药馆的老板 现在名声大噪 我们把吴刚搬过去 难道他会不救 是啊 再找些记者过去 他会不救吗 对啊 喂 李院长 师父不好了 他们把我刚转到 集身药馆去了 而且还请了很多记者来 师父您的意思是 这还用问 那当然是聚收了 如果他们想折腾 就随他们去吧 什么第一药馆 有能力救治病人 却聚收 你根本对不起 救子服上这四个字 你 李院长 请你正面回答 赵女士的问题 李院长 请问你当初 建设医馆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说老板换了 宗旨也换了吗 你 我是这家店的新店主 他是新店主 我的名字叫秦峰 那人名字叫吴刚 记着朋友们 可以多方打听一下 此人作恶多端 我既是药馆 可以容纳所有人 但是绝对不能容他 秦峰 医者人心 你明明有能力救好吴刚 你对得起这四个字吗 那是对人 不是对畜生 来人 把他盯出去 走 出去 喂 师父 吴刚 吴刚 坐上时间不多 你确定不管吗 那若是你 你先怎么办 我 我是想知道 师父是吴刚 的 不管他们 随缘就好 事已至此 吴刚的幕后之人 也该出现了 这件事 该如何是好 不如我 我让小海找人 把秦峰给换过来 我不相信 秦峰会拒绝 不行 不能这样做 若再激怒秦峰 小海再次落到 他的手里 我们都没有办法 救下他 不过将那个名人 没问题 但我跟秦峰 一点警告 若他还不吃太久 再多受益不吃 你一定要让林海 注意分寸 不要把事情 发展到恶化 哥 不好了 妈被人帮走了 被谁帮走的 不知道 喂 秦先生 有人看清理没得 弟弟离开 把阿姨抓走了 那你能不能帮个忙 先寻找一下 好 有个地方很诡异 那块的保安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快过来 走走走走走 保安大哥 请问你见过 我没见过 你那个白痴老妈 我跟你说 我妈是白痴了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正常人 谁会走丢啊 不是白痴是什么 我们很着急 你们工作不容易 但这不是你 出言不逊的借口 快说 否则 夏令苗你死在这里 我们也会安然无恙 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 是南州商会的 南州商会 你知道我是谁吗 快说 否则 我杀了你 好强的杀气 萧萧走火若磨过 难怪会不会成为楚如沙 但你填出的手法 应该是你院长出手过 萧萧 快说 否则 下一秒你死在这里 我们也会没事 是 是南少 南少 是南州商会的大少爷 他应该在里面 我们快进去吧 小萧 你每次发工前 是不是都能感觉到 丹帖疼疼不已 你没补足功法前 我曾经走火入民过一次 李院长出手救了我一命 可丹廷受损 至今没有归服 莫非 你有办法 有是有 不过你可能 不太会答应 我们快进去吧 多耽误一秒 阿姨就多一封危险 好 待会儿如果他们没有 扇待我妈妈 你不必为我出手 南烟可是出了名的 顽固子弟 不是我打击你 你妈妈他 那我就杀光他们 喝 喝 喝 你给我喝吧 你刚才拿酒扑我妈是吧 妈 没事吧 我们走还是 我让你们走了吧 你想死是吗 你们都没走 给我等着 我打电话叫我爸 你叫 你若不叫 我今期就让你死在这里 南烟 你别得寸进尺 这身材是不错啊 请把陪我睡一晚 我饶了你如何 谁敢打我南烟的儿子 我 你是清风 我看在储家人的面子上 这次放过你 带着你的人 走吧 爸 这回他把我打成这样 你都让他走啊 走 这还没算清 我可没打算让他走 小子 你别得寸进尺 你别仗着认识三个家族的人 你就是天下第一了 你敢跟我叫班 你还嫩着呢 是吗 那我把他变成废人 你会怎么办 你敢 南老皮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楚潇潇 是要打算跟我们开战吗 你还要打算